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未必大家有機會看過曾經那段影片 特別是你在80年代或90年代長大的小朋友 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的分類小廣告 今集跟大家講一下電話、電訊等資訊的廣告 以及當時社會發生了什麼事 1989年 大家也記得1989年是我們六四事件的時候 那一年代 在那時候之前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香港 例如我以前的九屋的電話是240884 如果我在港島區打電話回家 我就是這樣打240884 但如果我在九龍區打電話回香港 我就可以打5字 5 240884 譬如我們有一個朋友在尖沙咀住 我要打電話去九龍找他 我就要打3 288147 為什麼呢 因為原有地區字頭 分開港島、九龍和新界 有不同的地區字頭 如果沒有記錯 港島區是5字頭 新界區我忘記了是0字頭 而九龍區是3字頭 去到八、九年之後 將它簡化了 已經是 再不需要有地區字頭 而這個地區字頭 就陷入了 譬如 為什麼呢 當時的人口越來越多 無論住宅和商號 也越來越多 需要電話的服務 就越來越多 以前有些時期 可能一間家裡 有分租 大房東、二房東、房客 包括租工是有電話的 一個電話就服務了整個宅舖 裡面的不同的租客、劏房 裡面的物人 隨著 開始 大家庭越來越少 小家庭的湧現 很多的 新興的家庭 以小康的3至4人為單位 隨著搬出去 他都有自己的獨立電話號碼 隨著香港的商業環境 越來越蓬勃 我們也是用多了電話 甚至每一間公司裡面 有幾條不同的線路 越有見及此 電話公司 開始已經有很多不同的 電話的混合要搭出去 越來越不夠用 將原本的地區字頭 就陷入了 譬如我現在說的240884 就變成5240884 後來我們再越來越多了 到了1995年的1月1日 將一個字放在這裡 就是2 就是25240884 即加長了下去 變成8個數字 我想大家現在的電話號碼 有8位數字 很多老友都未必想像得到 曾幾何時 我們只有6個號碼 只有6個號碼 從80年開始 到現在 已經到了2字 甚至有些電話號碼 已經是2也不夠用 就變成3字 很快就變成4也不夠用 越來越多了 而我們的手提電話號碼 就由9字開始 記不記得嗎 接著就有6字 也有5字 越來越多了 變成了香港的電信業務 看著它是蒸蒸日上 業務就非常之蓬勃 亦多了人需要聯絡 需要資訊 需要大家去溝通 在電話裡 跟你的對方去聊天 事業 或者是自己的 友情之間的一些溝通都有了 我不知道 現在的小朋友 還知道什麼叫Fax 我記得我回到香港工作的時候 是未有這個電郵的 1993年 1992年那個時期 電郵就是剛剛開始蓬勃的 我還記得有一段時期 我有用Fax機 Fax機 有時候有十幾張紙 或者二十張紙要Fax過去 你要Fax給對方的時候 你真的要續頁 慢慢地撥通一條線 慢慢地掃描 慢慢地去 尤其是我們有時候 不想失去 有些事情 就確定逐一張Fax 要通過過去 已經比現在 你會看 好像很流暴 很煩氣 逐一張逐一頁 現在我按這個按鈕 電郵都少人用了 大家完全用了WhatsApp WhatsApp 亦都可以把Word document Excel的File 甚至每一個PowerPoint document 都可以馬上扔給你的朋友 或者商業的行家裡的 手為電腦 或者是他們的手為電話 非常快捷 又好又不好 剛才你可以說 逐頁逐頁 好像很浪費時間 但是換句話 在我們現在 其實基本上 離不開電訊的困擾 這個時期 人家立刻要找你 就要找到你 立刻要給你 令到你自己 不勝其煩 好像沒有一些 個人的空間 個人的私隱 個人的時間 仿佛 人家看了WhatsApp 給你 變成雙男戟 都沒有 就覺得 你有沒有看過 當你看了雙男戟 你不回覆 你的時候 就馬上問問號 各方面的東西 立刻回答 變成我們長時之間 都是給旁邊的 無論是商業 或者是一些私事 令到你自己 好像沒有了自由 沒有了一些寧靜 偏黑的空間 講起個人通訊 曾幾何時 我們都沒有手為電話 之前 沒有電郵 沒有fax 我們興起一個服務 就叫傳呼機 叫BB機 或者叫call機 我給大家看看 是啊 你今天來喝滿月酒 我還好記得 當年 我要打回開台 檢查一些訊息 如果大家有用過傳呼機 很早期的 是一條長條形的物體 很長的 後來 就變成一些顯示機 有些密碼給你 密碼是什麼呢 例如01 打回家 02 打給女朋友 03 03 打回公司 04 爸爸叫你回家喝湯 每一個 都有些偏好給你的 如果太長 你就會打回歌台 噢 鳥總理 告訴你 今晚7時半 潮流裝 叫你 記得多帶一瓶酒 開酒 不收起錢 開評費 太多文字 他沒有辦法用密碼顯示出來 他就要留口訊 去歌台 還記得有時 你會叫一個朋友 譬如我叫了總理 總理怎麼這麼久都不回覆我 我會打回去 問一問 我剛才 哪個 我姓歐陽 7時多留了一個訊息 請問機主覆了台沒有 有時會檢查到 原來機主應該覆了台 又有時機主原來未覆台 究竟機主去了哪裡 大家就很困難了 變成以前 我們喜歡叫 回叫也好 我們檢查也好 有一個很大的自由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困難 找了他 他不回覆也沒有辦法 有時 太太留給你 收到訊息後 你要叫回去 歌台 留給伺服員 留給伺服員 聽 半個小時後 我就會回去 很靠這個 傳呼機 和傳呼台 大家去聯繫 留訊息 各方面的方法 甚至有一段時間 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有一些叫做 Voice Message的傳呼機 很搞笑 怎樣 你打完電話去 接著聽到電話 你可以留下你的口訊 接著你就會留下你的口訊 記得有一次看午夜場 有條粉腸 就不小心 按了傳呼機的Voice Message 出來 全個午夜場都知道 他被別人拿錯誤 他在罵不罵 真的很搞笑 會有這樣的傳呼機 到後來 全部發出文字 打到電話台 麻煩我留給董先生 告訴他 歌和老街 大塞車 叫他千萬不要去那個方向走 不要乘搭的士 的士 蓋旗他載 叫他乘搭地鐵 快點到 全世界等他 這些訊息 他全部變成文字 董先生在大概十多秒後 便會看到這段文字 在他的顯示文字的傳呼機裡 便能看到 這就是大概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頭的一種 傳呼 或者溝通的方法 大家會問 我們現在 基本上連學生仔都有一部智人電話 又可以打遊戲機 又可以上YouTube看片 又可以看MIHKTV的直播 又可以通訊 又可以發電郵 又可以發電郵 基本上一部手機 什麼東西都可以做到 什麼時候開始呢 你們只可以有自己的手提電話 我曾經做一個很大的客戶 就是洛基亞 洛基亞 是未在蘋果的第二代 第三代 大行期之前 洛基亞基本上 是手提電話的龍頭 基本上 無論高端市場 或低端 或中檔市場 它都有不同的機種 應付市場的需要 當時它的想法 就是 我有普通通訊 voice message communication 手機 我有一些可以寫短訊 有支筆給你的 在手機裡面寫字 可以辨別字體的手機 有些是玩遊戲的 Engage 我不知道大家記得 有手機叫Engage 就是洛基亞 專門開發一部 有遊戲下載 半智能手機 亦可以通訊的電話 亦開始有些 拍照的手機 但是 它沒有一部手機 是把所有東西 合而為一 蘋果就很聰明 有一個手機裡面 基本上包羅萬有 剛才我所說的 文字 或者電話 電話 電話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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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 撿照 全部靠應應 應付到不同功能 使用者 下載機下輸了這一仗 我不想說太多關於手提電話 這個手提電話 可以在大院 或遲些 和大家分享 手提電話演變的過程 我想跟大家說 當大家未有手提電話 的時候 我忘記 應該是1992至1993年左右 有一個很有趣的通訊組合 就是一個文字顯示的傳呼機 配合一部可以打得出去的電話 你是無法接電話 你之後可以打得出去 那就是天地線 播一播黎明的影片給大家看看 有完結,我們會再見 無論多遠距離始終遺憾一氣 和記傳訊 信息傳送 天地活動 我忘記和愛玲 第幾代的May 我只知道 黎明最少幫和記傳訊 拍了十幾條 關於電訊的廣告片 由傳呼機到天地線到後期 不同的手提電話服務 歷代也有出過很多不同的 阿妹 譬如有同愛玲 好像舒淇也有份 是不是舒淇有份 還是有很多的 徐子山也有份 楊彩妮也有份 很多不同的女生 都有出過 舒淇一定是其中的一個 亦有不同的手機 也找黎明去推廣 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天地線 你要靠傳呼機 文字機顯示一些訊息 然後用手提電話打出去 而我想說的是 這條片的概念 我是在這麼多的影片中 我最喜歡的 除了一些小觸碰 譬如危險觸途 有緣我們會再見 這些gat 我們可以利用這條廣告片 我想大家的pop culture 都是在這條廣告片中 显生了出來 但這條片中其中的一件事 就是在極權的壓抑之下 很多真實的聲音 都是溝通不了出來 而只要有一些好的服務 就要把一些真實的訊息 帶給世界 我想這個在香港 今天這個社會越來 越來越反應越來越難 有很多真實的事 說不出來 我們不敢把我們的聲音 去反對權貴 權貴的打壓 令我們這麼聲音 溝通不得懂 在這麼早90年代初期的時候 我們的廣告創作人 就已經看到這一點 大家都看到 那個很不芳樣的 代表一些權貴 代表一些勢力 不容許別人質疑 如果你質疑 一分鐘就會被人抓到 禁錮、虐打、折磨、虐待 令你和相愛的人 很難再重逢 有緣之後又有機會相見 今天的香港 想不到在90年代初期的一條廣告片 寓言的策略 陸續續發生了 今天大家還可以用真實的聲音 去溝通 說真實的話 好好珍惜 因為很短的時間 這份自由 言論的自由 也未必有 溝通是最重要的 看到我們在歷代香港 曾經發生過一些電訊演變 今天的你 現在得到最便利的電訊方便 是否覺得很感恩呢 就是這樣 下星期再見大家 有緣再見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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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